新民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收看第36届天元战的赛事直播 我是甲冈露 今天非常高兴和著名国手彭泉老师一起讲解今天的比赛 彭老师好 那个露露好 那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比赛当中挑选了两盘 一盘呢是由柯杰九段对阵李维钦九段 然后另外一盘是王浩阳对阵十月 我们一起去比赛的现场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呢是我们的棋院 然后还有杭州 然后有不同的赛区 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在线上对异 李维钦九段其实他现在等级分已经来到了第九位 也是非常的有实力 那他的对手柯杰九段当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对就不用介绍了 这也是年后的第一项正式比赛 大家也是赶紧的抓紧热身 恢复一下状态 确实在这个 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 那个有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赛事 特别是高水平的这种赛事 起码所有冠军都参加的赛事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下棋的机会 是的 非常的不容易 对我们也看到陀嘉西九段 还有刚刚出现的江维杰九段 很多世界冠军 全部都世界冠军 迷茫的拖劳 不知道刚才这个镜头在想什么 是 然后这个是范印八段 也是国内才很厉害的 上一轮刚刚淘汰了杨宁兴 所以足以体现他的实力 然后图小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欣慰 昨天也是战胜了赵承宇 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一个天昏地暗的大对杀 最后小胜 是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柯杰九段对李维钦九段的棋局 对在上一轮柯杰是战胜了年轻的新秀友伊林涛 而且上来也是好像几个小局部一点小小中刀的一个嫌疑 对但是呢后面凭借自己身后的功力成功那个力转了伊林涛 这个非常不容易 今天又是对阵一位年轻棋手 是的 反正好像都比他年轻 是 所以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柯杰同学也从原来的小将啊 现在已经是大哥的状态 对 因为二十多岁已经变成那个刚才说的大哥了 就是已经是成长为一个定量柱了 对 而且像这些小朋友二十 甚至有些还二十都不到 二十出点头的 对他们冲击也非常的明显 很多零零后也是慢慢的在展露头角 对 我们来看这盘棋拆迁之后应该是和柯杰的和一起 然后又来了 上一盘就是这样的 然后下了一个低罐 然后上一盘是一间高架 然后双方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张激烈的一个大乱战 那这盘棋呢 刘薇清显然 平时下低罐下的比较少 对下了一个高罐 这样比较简明 这样黑棋呢可以收获下面的实地 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清晰了 其实在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 敏玉婷跟谈笑的比赛中 也是好像一模一样的一个形状 刚开局 对 所以说大家确实稍微有点视觉疲劳 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就这些下法呢非常经的去推敲 白棋也是 白棋也是 秋文啊 担心对方有什么套路下了一个最简明的高挂 对 下一步棋 柯杰就跟小米下的不太一样 他是点角 对 小米是挂脚的那天 对 昨天 很明显的这个都是可以的 点角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偏向于一个实地化的下法 而且我觉得柯杰最近包括近一两年啊 下棋好像越来越惨迷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柯杰的棋 整个的棋就是一言不合 经常就先捞一把 对 先捞一把之后 然后再说 就是所以说非常酷爱各种的那个取实地的定制或者是点三三 对 可能也是对自己的置孤能力比较有信心啊 可能是他自己对围棋的一种全新的升华的理解 或者说是觉得拿了实地之后可能更好掌握一些 对 路由说的非常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种现在都有AI的这个辅助之后 虽然说很多局面在AI的视角里 可能起我们打开辅助工具看的时候发现双方势均立敌 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拿到实地的那一方 可能会更善于掌握这个局面 因为作为人来说呢 拿了这个我们拿的现金对心不慌的是的一鼠兜里对拿着那个支票要兑现 其实更考验水平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是比赛可能有时候就不愿意涉嫌 所以说很多高手其实都慢慢越来越惨迷 是的 之前看那个武功正树老师 大家特别津津乐道的宇宙流 其实如果说现在看武功老师比赛的话 他照样就是对实控也是很敏感 对对对对就是这就是整个围棋的一个现在暂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因为毕竟这个真棋嘛真棋大家首先考虑是要获胜不是不是瞎的好看 就这部点角也是无可非议啊 然后昨天挂掉也行啊 这里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然后下部就是挡了 对白鲜是挡了这边 挡了这边我觉得就是不是稍微感觉有点 也可以但是其实我们在一般的感觉下是觉得这个方向 比如说我们下一个拆边啊 这样更好搭配搭配手脚搭也可以啊 拆边或者是拆下这个中国流的位置啊 感觉这样会更契合于啊 你煎我就搭过去啊 对如果煎一个的话 对因为这样更契合右边的一个白旗的高挂的一个定式 就是左右会有一个模样的呼应啊 请我们看到就这样的话 看起来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生动一点啊 挡在上边的话 因为你最多就从这里逼过来嘛 是的 这边的逼的幅度很明显并没有这个左边大 所以这里的话 反正我个人建议 其友们如果是大家下的话 我建议大家下挡在这个左边 你挡在左边的话 长完就一定能拿个先手 拿完先手之后 在这附近拆边和手脚都可以啊 直接形成这个大模样 形成大模样之后呢 和右边自己这高挂定式做配合呼应啊 嗯 应该会非常的好用 实际上李维钦这样的 当党上面肯定也可以 但他这样的党感觉的话 就是没有呼应没有那么强啊 对 就是他他就是会看中这个逼嘛 对 但这个逼的话 如果你看吧 我觉得也没有这个胖嘛 就是这里不知道他后续是怎么想的 就是有些骑手们他 因为现在的围棋的话呢 他对后续的手段可能研究比较深 比较透彻 所以说 有时候他会有一些 可能后续的 他的连关思路 一些下法 对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这个骑这么这么下 后续我摆过 或者后续我研究比较深 有这种可能性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骑我们下的话 我还是真心建议大家 嗯 而挡在 这个更容易理解 也更容易形成 也那个视觉 视觉上也更容易形成模样嘛 因为你这边你多了个字 总比比很宽嘛 嗯 是的 但是他们的骑呢 就肯定是能下的 对 我们来看一看 牛一星挡在了上面之后呢 肯定是要去逼这个 这个位置啊 对 他肯定是处理完逼这个 这个是个逼爱的下法 是一个好点 嗯 逼完之后 这种黑的下法就比较多 主要有两个下法 一个是从这边拦 因为如果白了再拦过来之后 啊 其实我们会看到 这两个子就显得非常空虚了 嗯 如果补齐的话呢 虽然坚实 但是显得会有点缓 那如果不补齐的话呢 这个大后方就会 呃 危机四伏啊 以后 指不定对白路 这个地方就 会被对方 可能会破坏掉 是的 所以 童老师我看实战的白旗 他是先缓了一手 他是先守这个脚 嗯 对 所以如果说是想 经营这边的话 其实感觉上从这边挡 可能更好 搭配一点 手机的脚 我觉得 我以为他是逼的 对 就是感觉上 对对我没有没有没有去那个呃 思考 因为我是就着他的思路去说的 对 如果刚刚路说他是手脚 那就很奇怪了 你手脚打起来之后 那不是对方向感觉就逆了 逆风了 是 所以说这个不管输赢啊 嗯 我站在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是要小小的批评一下我们的这些年轻棋手的 嗯 说实话就是这个AI时代之后 这个我觉得明显很明显啊 对 白黑器肯定是有一个好 肯定是打了立嘛 嗯 打完之后你 你这里的 对吧 如果你放来上面你这边还有发展前景 你现在立完之后这个B也没意思了 这个手脚也跟所有的都不搭配 然后 实控其实已经丢掉两个脚了 拿到外事又没有太多的这个发展空间 就是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啊 这个企业啊 对 所以说当然当然了可能他会说啊 那个我的胜率还好 我的胜率并没有降了 但是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呃 我觉得这个布局反正我个人认为已经白的是小失败了 嗯 因为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用纯那个电脑的视角去来讲 这个棋的 或者说是来思考这个围棋的 因为在电脑的视角里很多棋 它后续它是尽量的会发挥到最最佳 人的话你是需要一些连贯思路的 所以说如果像下到这个布局 我觉得应该可以已经算是我觉得失败了 嗯 因为按我们传统的棋里来讲 就是你白棋如果想经营这边形成呼应的话 你就是在这一方起正式 然后如果你想走上面的话 那你应该在自己 就是这个黑棋没有加强之前你去逼对方 现在如果说你把上面看成战场的话 这个子就有脱离战场的嫌疑 所以说感觉如果白棋这么选的话 肯定是不太好掌握的 而且现在的话走完之后明显有两个好点 一个是这个拆边一个是这个逼 你逼黑的一定会拆这边 而你拆这边的话 黑的一定会在上面去开拆边 所以说别的地方也没有大场了 本身这个呃留下两个绝好点 本身对白的也是非常不利啊 为什么我刚才想说说两句呢 就其实这里就会看出来 我们的一些新秀棋手啊 我觉得对围棋的一种理解力啊 就是其实还要真的要多加油 因为围棋不仅仅只是胜率 只是AI啊 特别是这些呃 其实我们你去下到国际赛场上去跟 真的跟一些呃 呃实业冠冠军或者是知名高手对抗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下法 我觉得至少是不是那么就是有利啊 或者说不是那么有效果啊 因为明显没有连完整的思路 后续很容易犯错啊 嗯 就是而科捷下的大家会看到非常清晰 因为科捷就是牢控这盘棋 嗯 那他他不会变的 他的整体的这个节奏和思路 所以哎 这个看着这个手脚的话 我真的以为他是蓝的 对因为就是从分析的感觉 像抢一个 然后这一个绝好点 你敢打起来我就继续攻击你 你你捕这边我我肯定不让你打起来了 对就等于本来是觉得下在这 然后这两个好点我要见何 对对对 但现在你选了这个 当然我们说手脚其实也很大 但是感觉上就是在上面 还有这边比较着急的时候 这手棋到底能发挥 现在理论上他只能猜这个了 因为如果他现在在逼这个的话 黑的一定会猜这个 嗯 猜完之后这个地方太尴尬了 是你漏得疯的 你你等于说你永远要围这个模样的时候 你得先把这个门给关了 你不能这么围的 这么围人家随便扔一个 对 这就等于是就是跑去搞笑的 嗯 对吧 对但你围小了呢 上面又漏风 你也不能往这种地方 所以说你只能是挡 但你挡这么快 人家随便打一个 你也你也围不上了 所以说等于是某种程度上 这个比已经价值不是很大 没有什么价值了 嗯 所以只能猜这个了 哦 那就把上面留给了黑漆 那把上面留给了黑漆 那这五个子还是 未来可能还会被攻击 嗯 所以说这个 这里也可以看到 整个布局的思路上 还得多加油 我觉得 嗯 特别是跟这些真正的高手们 这个对垒的时候 虽然李维庆已经很强了 也是维甲的主力啊 甚至是 而且胜率也很高 甚至是经常担任主将啊 在应该是在上海队 对 但是呃 我觉得看到这个真的 因为你对面 如果是像柯姐生人序啊 朴丁华这样的高手的时候 说实话 你一点点失误或一点点别扭 可能就没了 嗯 对吧 对对手不会给你 真的不会给你太多机会的 就是你会下棋下的很绝望 就是你会觉得 呃 开个玩笑就会 你下完棋的时候 你会感叹五个字 那个陆陆 嗯 围棋没意思 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输了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嗯 他没干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我就 好像就完败了 因为真的 因为你的对手 已经不是 以前的那种级别的选手了 就看到这里 呃 我觉得特别今天应该布局 应该是比较顺利的 嗯 我们来接着看啊 对 接下来黑棋是从这边加过来 加之前他好像先 哦 对 先这里 点一个 这个点也是大家可以学习的 嗯 我们先 这个点本身稍微有点点熟 但是现在是比较必要的 因为他应该是担心他 下一步的这个 在防影针 这个靠端 嗯 如果你直接拆他 可能会别断你 对 我们随便放影 这时候的话 你 翻吃之后 他可以逃 如果没有25 跟26啊 这里逃出来之后 很明显这个局部黑棋 是有一点困难的 呃 看起来 战局有点吃紧 你沾他甚至 会 不是以前近视的退了 他甚至可能会走到脚里 尖或者立 因为你反正正不死嘛 非常的危险啊 这可能也是李维钦 这个拆来这里之后的一个后续手段 如果你不能搬的话呢 你就只能退三三 退三三的话呢 会显得明显有些委屈 把它尖 尖完之后 很明显这个局部有一些重复 当然他甚至可以先 先脱线也行 还可以保留 呃 以后还有各种的别的余味 嗯 所以说这里这个靠呢 确实 因为这个靠会非常讨厌 大家也可以学一下 所以说他叫未雨绸缪啊 现在这里点一下 等一下之后呢 从根本上呢 就把这个靠先给屏蔽掉了 因为 因为你不管下哪一个定势 你最终你肯定要断在脚里的 嗯 那你断在脚里的时候呢 这个针子就是变成一个核心的焦点 而且黑的点到一下之后呢 也不存在影针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 左下这种黑白旗的大本营 对 你也不可能自己去再走了 所以说 已经没有影针这一说了 也就是这个针子 点一下之后就全部防住了 嗯 坏处的话呢 是这个点稍微有一点点损失控 对 本身黑旗可能会有 以后会有一些 或者脱脚了 或者单逼住了 一些 有一些手段 但是本身来说呢 以后这里就算是 我们下一个对 下一个顶了班 定型调的话呢 其实 亏损非常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 黑旗只是感觉有点点俗 但是呢 把燃眉之急给解决掉了 就是这个影针 这个针子 这时候它就可以腾出手来 大踏步的攻击 左上的五个黑白旗 对 可以说下的比较大局关 这时候黑白旗的话呢 只能是反打入了 而且这里不能打这 我觉得 打这的话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 是弄个气的 这个地方你封不了 人家情况 你封前面费了千辛万苦 对吧 那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它封住之后 你发现人家 人家溜了 而且人家还有可能先断你 断完之后 最后溜了就完了 对 所以说这里 它已经加不了这了 只能是走这边 走这边的话 这个肯定是不能让白的站的 拆完之后 我们会看到 整个上面五个子 会显得非常的尴尬 以后会变成了黑旗的一个攻击的目标 而且如果一旦白旗进脚的话 这个是右上 那这个靠就不复存在了 对吧 其实所有的我们的杀招都不复存在 所以说从这个25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要这么聊 那这个棋他就别大肥手脚了 当初 那你弄过这个吗 他不怎么引证吗 对 下个高的 但他又觉得这里有点漏风 他可能觉得这个方式 反正这边边也不大了 你找到下个高的猜 至少还给对方增加一些难度 他至少没有不好引证了 对 这个炮还能出手 这个大肥确实人家不正好点 是 这个这盘棋下的有点 有点稍微有点迷茫 我觉得李维新下的 而且关键是你的对面做的是柯杰 你又不是别人 对吧 你要对面做的是我 你咋下都行 没有 彭老师谦虚了 对吧 你小朋友咋下都行 你对面做柯杰 你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感觉 对吧 说每个地方明显 特别要这么聊 这个大肥感觉也稍微有点不严谨 哪怕是一些小瑕疵也不行 对吧 你对面做的不是一般的棋手 就是说 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战局 好像我觉得柯杰 应该是明显的占据了一个小的主动 来看看 接下来 接下来白的也应该给点点了 对得进脚了 因为这里他不能再跳了 请问 因为跳的话会非常的干辣 这时候教大家一招 不在这儿 嗯 这时候不要贪多 请问这个二肩跳被两亿被逼住的情况下 你不要去贪大 嗯 贪大 因为贪大的话呢 这个三三骑是人家脱键中还不一定吃得死 嗯 简单的给大家摆一步 如果我走 看上去我的党 那我一般 你你你虎不上你 我就活了 你虎上 外面被我打个脸 我外面味道非常的坏 是的 所以说呢 就这个棋呢 其实是脚上 我们要布就不补 要补的话呢 就把它给整干净 而且这个棋呢 也本身跟这个比 就墓术也 墓术收获也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 基本上啊 补棋 大家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记忆一下 就是在一个二间跳 两翼被 这边被逼住 这边也被 对方有 你的后背有敌 敌军的情况下 然后赶我们下 需要补棋的时候 大家不在这个位置 嗯 最坚实 非常的 那个坚实 这个再拖就没有任何的用了 因为他撞击的时候 正好撞到了我们的一个虎口上啊 连断都没有 直接就糞死了 所以说呢 建在这里之后呢 最多就是别人外面以后有一个类似碰靠 实在不行 你就立一下 就就完事了 对 这个脚肯定是没事 非牛挡一下啊 所以说千万不要贪多啊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 嗯 然后白的应该不能跳 跳完该被完全落空了 对 所以白起也是点进来 点击进脚 这个确实是必须得掏了 起压一个 看来的 那就肯定得往里长 这个不能挡了 挡完虎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往里长 嗯 那么黑起 白的分断 对 白的这时候 是 搬一个 搬吗 嗯 然后黑起没有搬下去 黑起碰了 搬可能是担心它冲断 对 因为多了这一下交换 哎 要不要再那个 转掉 要不要 不知道呀 这个扭这个问题 可能粘掉吧 粘掉看得清楚一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再被冲断 好像是杀不过 有点 因为立的话呢 我们可以吃在上边 嗯 那我就飞在脚上 飞在脚上 白的一定是杀得过黑起的 嗯 我口吃的话呢 我们就立 嗯 好像这里 当局里面是黑的杀得过白起 但是黑的不敢杀 因为外面这个紫被蒸了 嗯 这肯定应该是被蒸掉了 感觉 所以我没仔细看 嗯 蒸掉了 嗯 到这边 因为 蒸不掉的话 黑的就可以这么下了 白的就死了 所以说 呃 冲到的话 这个角就掉了 嗯 所以贺杰这手不能挡了 他得想碰一下 防这个段 是的 但如果防住了这个段 再被搬下来呢 白起也不是特别满 感觉 防 碰靠住 白的就只能是去补那个了吧 对 那就是形成一个转化 对对对 不能白的也不能走了 因为白的走的话 秋末会看到 被搬下去 没有这个冲到纸火角 是不能满意的 嗯 那这样可以相应的搬过来 对吗 白起是长的 好那么 但是黑起这个也挺舒服的 看着 不 它长 它可能就是要冲断了 哦 它瞄着上面的这个手段 就是正常的思路 肯定是退的 嗯 那它退 秋末 但退黑的爬 其实 感觉这样白的也 也行的 搬一下 嗯 这样我得应 跟着接住 嗯 再退一个啊 嗯 看起来也不错啊 然后你挡脚嘛 我就做别的 你不挡脚 慢慢爬好了 因为挺大的 黑的也没货 其实退应该是个正常的 一般分寸啊 挺头的话呢 就是非常凶悍了 实际上 对 他在强调你这里有冲断 就他不可能爬脚的 去吗 因为你爬脚的话 这个长就没有意义了 就他一定是冲断的 嗯 冲断的时候 这个子会顶在了黑棋的这个腰眼上啊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会看到 哎 应该是冲了拐 应该是想断回头 对 因为他觉得如果你补呢 我就多一个打吃 那他拐的话 那跟这个长也没关系啊 那是不是还是想断 他不断有个问题啊 嗯 他如果爬脚 这时候黑的回去先断一下他 我不知道他断哪边 嗯 黑的断一下白棋 白棋很难受去 就如果我跟着硬了的话 你这个头变软了 哦 我就肯定不要 我就让你打了 嗯 我可能直接就脱线了 对 如果你拐吃的话 全部会看到这里 这里可以连斑了 它是可以连斑了 你这里就有个打了包 你只能往回缩的 嗯 就是说你这种爬 他一定会被断的 是的 如果是包掉的话 我们假定 比如说类似这种包掉的话 那你再断 我直接就后手了 对 也不大了 嗯 所以这个爬 它不是断的吗 它断的不是来不及 黑的正好来不及断了 那他这个难道是单 怎么能单 这个吧 这个不是不对吧 这个不像吧 嗯 这个能接能满意吧 这样三个给拍死 如果黑的跑的话 爬呢 我肯定就是走出来 爬那你先先攻着它们 而且你怎么跑 这还能打到班里 你打我先退嘛 嗯 这为什么不断啊 我感觉爬又有点滑 因为爬的时候 人家正好可以断它 你来不及断我了 嗯 今天这个棋下的有点 我感觉状态有点 感觉有点迷离啊 嗯 这个小小李同学好像 下的有点 反正我 我觉得我都能看懂 嗯 因为你爬人家一定会断的 嗯 它不可能立的嘛 对吧 这个立就不足 完全被你先手爬 那个还叫高手吗 还叫事业冠军嘛 对对 它肯定会断嘛 考验你的 嗯 你沾的话 这个变小了 外面它它这个能 能包扎 你不肯 你拐吃的话 它挺进去 你这里断就没有用了 对 为什么不提前断呢 对 现在等于被黑棋 抓到了这个 很好的适应手之后 白棋就很难办 然后它下不棋 真的假的 我 我怎么感觉 有点震惊 我的眼睛感觉 出现了一些幻觉 哈哈 其实这种棋型 一般就是 感觉像飞刀的时候 不是 下不棋 我觉得有点 今天真的 就是 什么情况 嗯 李维钦 是 是什么 什么 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肯定很好奇 到底走什么了 彭老师 这么的震惊啊 我黑的是断脸 因为这个棋 本来这段 我就没法硬了 嗯 他可以顺手 考验一下白棋 可能确实是觉得不太好硬 因为刚刚 彭老师给大家分析了 白棋 无论是吃还是蘸 都有不舒服的地方 于是呢 他就 也算是 我觉得 就是 有新的想法 他就索性 从这里打吃 但是 起我们感受一下 就这个地方 对于黑棋的 我这个是真的吗 我觉得 柯姐应该 吓了一跳吧 嗯 就应该是 作为黑棋来讲 肯定是想都不用想 先把你 这个吃的话 我们看白棋这两个字就非常的尴尬 这是围棋还能这么下来吗 我觉得有 这是成为一个烈性 说实话 就是 就是这两天 结后来讲棋嘛 嗯 一个是学到很多棋 嗯 一个是 就一些年轻棋手 真的 我觉得 有时候经常颠覆我的三不安理教官 他们下棋 真的 昨天也是 呃 图小宇跟 那个 赵承宇的棋 那个 像特别图小宇 那个直接就是 直接没有什么 演示的 每朝期就是忽脸 非常直白 啊 就是告诉你我要吃啊 啊 你想敢反抗 就就吃啊 啊 你不反抗我也吃啊 今天到今天这个刘维钦这个 这 哈哈 这能到先的吗 这不 这个被打掉 嗯 说实话 在我们学习那个时代 嗯 那除非你把这边算成全吃了才行啊 嗯 是的 说白了这边只要有个半惨感觉都不一定行 就这个时候正常不能够去想的事情 是的 所以说我才说不想爬 他可能就别你爬完正好抽别人断了 嗯 但是 但是有时候你说对吧 他们就这么下来 嗯 然后最可气的是什么呢 如果最后你还是赢不了 呃 你还吓不赢他 对吧 最可气 最气人的就是 对吧 我在这说了半天 你还不以为一然 为什么呢 你又吓不过我 哈哈 开个玩笑 就是 但是就现在的骑手其实下骑更直接了 嗯 而且他不会被一些骑形一些条条框框 骑底所束缚 这倒是 吓得非常的凶狠 嗯 但是这种凶狠说实话 呃 看到这里我还是为白骑脸把汗啊 因为这个形状说实话 把黑的只要不死 对吧 嗯 这个李维钦 真的能行吗 这个骑脸啊 对吧 对这边的损失就秀门可以自己 哎 他下不起也很迷啊 他他不是提的吗 我觉得他每步骑我都觉得很很 很惊讶是 他这种不是提的话 他怕什么呢 他他觉得吃小了还是怕 其他总不能怕打吃吧 嗯 他怕吃小了 但也 他看了看起来也很 也还是有收获的 黑的敢吃这个吗 吃这个 我很怀疑啊 我拍在上面 嗯 这样 我是提还是 也不知道呀 这个我他可能是担心拍 啊 拍这个是 但拍他就黑的 把你捏不硬了 哎 好像是没有解 嗯 对 因为你在找上面的解 我就粘回来 你这也很损 可能是这样的啊 但是如果不提这个 他断上边 别人就 一个子都没吃着着啊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实战的进程 就他实战是 感觉是要提完怎么操作的 嗯 这个好奇怪啊 他的起 因为现在我们看这个脚上 很尴尬的 就是黑漆粘完以后啊 你得恢复 对 要不然吃一个那个 断完一个low包就就出奇了 对 是我们都会的大头鬼 而且你也不能把这下锤了 这下锤完你还一路搬 你也活不了 这下锤完外面也垮了 所以只能当虎 当虎那这块漆 科姐肯定不会死了 对 所以 那不是又没收获了吗 嗯 这么一聊啊 对 这天又聊不下去了 嗯 是的 好像确实啊 这个因为我们看这里的话 白漆像这种大跳的骑形 你就不能冲断 那你这个地方黑漆的眼型 肯定是够的 他活都能活到吗 他就就下面反正拱一拱 你对吧 两个眼总能拱活的 是的 拱活完之后 那你除非是拐下去杀他 你反正再拉出来是吧 那感觉太勉强了 就是这个棋 就是 是不是身体也太好了 就是 很奇怪 就为什么 但他体可能怕打 他觉得不一定成立 他可能没看到合适的劫财 反正这一串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爬三三就挺奇怪的 因为人家肯定会断的 嗯 这边棋其实我觉得 大家会看到科姐下的挺中规中矩的 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 事业冠军对吧 中国排名第一 下的是很本分老实的 对 一百一眼的 相反他的对手 李维钦吓得真的 这个 按照现在的一个流行语说 就吓得很浪啊 就经常那个棋下的 出货 很那个就是 很激进啊 好像就是在秀自己的那种 表现和操作的感觉 就是 个人秀啊 那问题是你对面坐的是 科姐你 你今天真的适合搞个人秀吗 对吧 就是 很奇怪 就今天 而且前面这个也是 从这个场 其实就 就有点 对吧 大概下的 可能也是面对强敌 想要就是 走一些 比如说特殊一点的感觉 去找到一些机会 可能所以选择了 也许露露说也对 但是我说的 总体来说这个旗下的很迷茫 我觉得嗯 因为我们看接下来刚刚彭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就是黑旗这里肯定是不会死 那么对于白旗来说他就必须要找一个地方去弥补它 它只能是这样子 它如果断的话呢 对方可以直接去拍掉吧 啊拍了对拍了你也不行 你打不下来 你打下来我们还可以从中间冲啊冲啊冲完往外冲 这就挡不住了去 你搬我一搬你就断不开的啊 你都挡不住那下面被拔的抖花也不也不容乐观 嗯如果你从这边挖的话那他就断了 那就把这个吃了你把这个子吃了他他局部其实都活了 我们先不说他往外滚啊 对吧他十二步行就这样一滚他就活了 那活完之后你就外面都都破破烂烂的 对吧这里因为这里从本来就是你的边 就这个地方本来之前就是你的一个势力范围 所以说他人家也没损失什么东西 嗯就不能挖不能挖你只能乖乖的话 黑漆简单的一虎 你虽然能打一下但是这个局部呢就已经进火了 全部看到非常的简单 因为以后你只能这里拱一下嘛 嗯那拱一下之后呢他不就是 我们说的二路七死 七但七死是该你下 七死是那个你下的时候我是死的 现在不该黑的下嘛 我实在不实力不济我弯一个好 其实我弯完你上面那 所以说这块漆已经就进火了 那进火完之后呢我们会看到 其实白的就收获了脚上流伤的慈母漆 嗯从时空的角度甚至还赔了 为什么说还赔呢 本来刚刚这个边还有十几目的 对吧 是的 黑的这个爬爬这个棋至少也有五六目 其实比黑的白了是大的 虽然脚上白黑的也损失了呃 大概十几目 但是你边也被掏了 关键是这边垮了 对 这边本来是一个好好顶过的一个棋 很完整的 现在就被打爆了 所以应该是明显吃亏了我感觉 是的而且现在对于白起来说 好像不把这个地方练出来的话 他这个全局也很迷茫 他也很不知道该干什么 如果这个地方以后这两个子再算是残子的话 如果说的太对了 如果这两个子不去救援 他会让白黑的简单的就度过的话 那就真的叫一无所有 但是你接受的地方再动出来 说实话 你看这个长相也不像是能够 因为黑的这两个子非常的 对又有后门又有头 这两个子 其实我们会注意 它是它是这里有后门的 你很难捉住这两个菜的 那在这两个的力量对比上 其实我们大家看吧 肉眼我觉得大家也能看出来 你看这个拔花怎么可能比你这三个菜满 是的 怎么也是你苦战 所以说怎么看也是不容乐观的 非常的勉强 对 那你看白棋接下来 其实很多时候出头是这样出的 但是考虑到黑棋这边后 他还是选择这个 他那么出就会怕对方一贴嘛 他觉得如果你总是要贴 那么我这个字放这边好一点 你如果你肯定得掰 它像应该正常一个碰靠碗 你应该挖不动 挖完那个杀不过黑棋 你不会挖的话 那这就会火了 是我还挖的话我们就打完顺了 可白的应该是杀一气里面 所以说 他这个跳就会好像帮对方走起 扣别人 关天你不能不走了 直接一困敲死了 你两个直接被拍拍脸拍死了 所以他他这样就歪着走 嗯 只能歪着走 但当然这样的话黑棋是飞出来的 天他觉得有点俗 天可能怕扳得长 嗯他觉得跟着硬 嗯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只有你来冲 哎对 就是我不会挡的 挡就太傻了 而且我们像这种地方呢 我们给大家开个玩笑 就是你当你的对面的一个骑手 或者是一个高手下这种骑的时候呢 我教大家一个思考方式 你起码就不起屏蔽掉啊 他肯定是 就是有些时候骑友们去下棋 特别是被一些高手让子的时候 总是容易冲动啊 总是觉得自己有机会 或者说是想吃对方 我告诉大家你就把你的那个低感给屏蔽掉 哈哈哈哈 因为你对吧 对吧你的对面比如让你好几个子的一个高手 他肯定是计算力会 是企业洗手 嗯他怎么可能说你一冲 你断他就死了呢 对吧 而且他故意还下一些什么飞了跳了这种骑让你去断他 那不就很明显吗 嗯 就是你去断了你不成你不行 对吧他故意卖个破绽 嘛 但是我们又算不清算不清怎么办呢 你就默认 嗯 偷懒默认默认什么呢 你就默认他 这个没有断了 视而不见你你正常下你的 对 这样你就至少是自保有余 免得你那个一冲动之后 对吧 被别人一个什么各种局部的一个手劲 然后吃了一个套招之后 直接什么骑进被杀 或者是什么别的地方被牵扯被杀 对吧 一下骑就就恶化了 本来那个几个子的让子的优势是非常的稳健的 突然死亡之后心情大坏啊 所以说像这次这种飞呢 其实很简单 肯定是不能冲的 对 冲的话 就没看到没有效果 你再冲我可以记得 他卡在这 你再将他来挡 就完全都是送 送 送黑旗的步调啊 对 差不多 就是我做过一个 那个我先立一个 对 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自己这些旗全部都是 无效的 是的 所以说他也没有下 先压 先防住这个卡 防住卡的话 何姐就把这个贴住 他刚才可能秦某说为什么不贴 他贴主要是担心 嗯 呃 搬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主手 哇 他觉得这样如果没有好的下一手 就凑白 凑白的补齐了 因为白的这个弯心 其实这边 我觉得柯杰队这块鞋可能还有想法 嗯 他觉得没有必要让白的下那么厚 这样的话 因为他你他能够遇到到你压嘛 我就补回来 补回来之后呢 你这边就变薄了 以后我就捶你 嗯 你就哪怕吼掉这下我捶你 你也很难受 对而且你现在你吼不到了 你已经吼不到了 当天就会被我 当天被我先捶几下 已经打成个大饼了 嗯 所以说已经吼不到了 那吼不到了情况下我贴在这里呢 全部看到了 就是这两个子 因为它不重 因为你吃这个子 我们无上无关痛痒 我实际上这里可以过 嗯 如果你不吃这个子以后 我在这里搬 或者是二路肩 我这里肯定搭个房子能活的 对 所以说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你反正侵吞不了我 我也没什么大损失 但是呢 从为右边的角度呢 它单飞完再贴呢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整个白旗的中央 靠右边的这团子呢 它就潜力都被破了 而且弯不到之后很痛 这场只能自己补了 自己补齐非常不舒服 又不肯 嗯 但不补 某天可能就被敲死了 这个地方 对 一旦黑旗联络的话 就像彭老师说的 这里可能会功手力转 那我就直接就过来了 对啊 我这种地方 这些地方直接就过来了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上面如果吃通 我这肯定要供你了 是的 所以实战 黑旗的思路是这样子 让白旗这儿非常难受 那接下来 白旗也跟黑旗契合 它从上面飞过来 不是 它主要不飞过来 我不行了 就跳出来 让关系它自己 很危险 那你走这 我可能就什么时候 只要给你拍了 对 黑旗就觉得 我这个地方很有弹性 再来一首 我也不会 对 这时候说实话 就感觉 李维新 有一些困难了 因为刚刚彭老师说了 如果你吃小的 我一回去 你也没吃到什么东西 但你如果吃大的话 你就要小心 我里面 这两个被拍死 我觉得应该是 黑旗的形式 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这盘棋也有好消息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这盘棋的话 不管谁的形式好 在李维新的视角里 这个时空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毕竟科技没有拿到很多的确定的空 所以说哪怕是形式稍差 依然还有机会 我觉得 如果是那种盘面时空差很多 人家 那就很难追了 这个棋就是拍完之后 因为黑的比较厚 但是其实大家会看到 123456 就快起10目 黑白的 黑的也就是30出点头 30出点头还得贴8目 大家都知道 划完8目之后 也就是说 时空是二代队的 二代队呢 黑白的就算全班没有空 也是能下的 对 这就有10来目 这就基本上有精进15目了 那剩下的就算一目不为 时空也是军事 因为你30多减 减去8就只剩2就多了 所以说 总体来说呢 还是一个很胶着的态势吧 我感觉客截稍优 但是 都还能下 接下来黑鸡当然要把这里给活出来 这个顶也是非常棒 所以我们如果是先搬的话 就不一定顶得着了 对 你再贴 它不一定长 它有可能会卡住你 或者是加这边 这里或者是这 对对对 其实我们一定要先顶在那边 先顶在靠左边的位置呢 这里摆得不能反击 因为下一步一虎头的话呢 就扬长而去了 对 而且如果你现在下在这儿呢 我就不一定会再往这儿下 那我肯定先先了 我肯定先不先不接了 几个非常小小巧的手法 就是流线也是先长 长的话它在顶 然后一尖就活了 对 就是说局部还是难 完全难不倒柯节啊 大家会看到这一尖呢 非常清晰 下不其虎 在这里就是两个眼 对 如果你分断我 就是两个眼 如果你点我一下 我印完这里和这里 还是见合的 总而言之就快就活了 对 来看看白旗是怎么办呢 白旗也是先手处理一下 点在了左边 对 这样如果你挡的话 我再一并 这就危险了 对 这就不活了 就是再度的话 这里可能被卡了吧 对 给大家摆一下 如果你度过 我可以卡你脖子 这我要沾上 我再打吃 这样的话 我这三个就不要了 嗯 因为我有更大的目标了 我这样就收气 你就被我吃了啊 你只有两口气了 我有三口气 这三个子就是小意思 因为你大部分已经被我割掉了 是的 被我留下来了 所以说啊 这里白黑的不能贪心啊 白的点的时候只能是做糊 对 这样白旗 那白的也算是先手便宜一下 对 这样上面呢 是暂且告一段落 然后它赶紧处理这 对 因为这里黑旗厚了的话呢 这里随便飞一下 非常难受这个地方 嗯 是肯定不会死 但是会 会 很委屈 被持续压迫的话 上面 白旗 不容乐观 下面这条边 嗯 所以说它也是先补一个 这个补气应该 没什么大的问题 那你补 白黑的应该会顶着斑着拆着边 嗯 先定型掉 在这里感觉 我直觉是黑的稍优啊 不知道形式怎么样 嗯 看上去黑的还是比较顺 对对对 但是呢 这这个旗呢 感觉差距不大 我们简单给大家可以 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嗯 白旗这块旗呢 有15目 这里的话是一个标准的4目 嗯 这里的话呢 总得有个三四目旗 对 也就是说二十二三目 然后这里是 欠一个卡的 请我们看 嗯 如果白旗能走的话 如果算黑的团白的 白的 白的也至少有七八目 也就是白的时空 是大概有30左右的 嗯 或者30还稍微 还朝上一点 黑旗的话呢 这个角 我们算是黑的十目旗 嗯 然后这里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2 12 12 23 24 25 然后这块旗大概有个十十二目旗 嗯 也就25加十二三 三十七八目 对 三十七八目 刚才我们说过白旗是三十左右 嗯 呃 现在可能是黑的 为什么说黑的好一点 有两个问题 白旗有两个小隐患 一个是这个地方有个断点 嗯 一旦这个没有那么厚被断掉 这五个有 有可能被割 割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会欠黑的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打通之后呢 中央的这个黑旗会 显得比较厚 特别是 对白旗这个 右边这块旗发动一定级的攻势的时候 呃 就白旗会有点疲于奔命 嗯 也就是说实控是军事 对 骑黑的稍微厚一点 也就是基本上可以判定还是一盘细旗 但是呢 会白旗 稍微落后一点点 嗯 所以说怎么下人这样也只才领先一点 所以想一盘旗还是不容易的 想一盘旗太难了 我觉得昨天讲完之后 嗯 最大的感受 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下旗 就是太内卷 嗯 就是这些年轻骑手们太厉害 这个技术也是越来越精湛 双方斗智也旺盛 嗯 就是反正谁想迎盘骑都不容易 都是经历千辛万苦 而且呢 关于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哪怕下了100步好骑 100 200步好骑 只要错一步 就不行了 立马就翻车 嗯 我们最 呃 最近的最 那个翻车的例子 就是杨典兴跟陈陈旭啊 是的 领先了 将近200手啊 是的 然后 一个小失误 一个小失误 就葬送了这个大赛的决赛 然后独秒直接那个乱了 直接就疯了 所以说 你能说什么呢 就是要让现在自己的 每一个部分都很全面 就不仅是有时间的情况下 然后包括独秒的状态下 这下的非常的精湛 嗯 但基本上其实说实话 看到这里 我觉得柯杰也是已经下的非常棒了 对 经过刚刚的分析 现在虽然说局面差的不多啊 但还是能够感觉到黑气 由于有一些白气的弱点 就整体还是要稍微好下一点 但是黑气也有隐患 黑气最大的隐患是这四个子 嗯 这四个子 刚才我们没有给这四个子点目 因为我都很怀疑他是个父母 嗯 对吧 直接没点目 就是说黑气如果能保住这四个子 不让白气就是 占到便宜的话 通过攻击拿到一些便宜的话 黑的时空是领先的 但是紧接我们来看啊 嗯 白的马上就来了 逼过来 所以就是你哪壶不开 你还就提哪壶 他怕什么就来什么 虽然不管这个打入 有没有效果了 嗯 对吧 对 就是盯着你唯一的那点事啊 就该你折腾你 是的 因为除了这一块黑气的全盘 这盘气真的是后上加后 对 所以说他只能是折腾这块气 然后就下不齐了 下不齐其实就不是特别看得懂了 接不起说实话 很就感觉我们的科捷 终于也秀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好现象啊 就是棋还是下的老实一点好 就是棋下的本费一点好 因为为啥呢 那个你你那个秀起来了浪起来 其实本身没什么 嗯 关键是你心态坏了 就是你就可能体现了你对局面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你最关键最怕就是你浪起来 你以为你就好像可以那个松口气了 这是最我比较担心的 其实本身这个不齐好坏是次要的 给大家看一下他下在哪了呢 他从这飞 对不起说实话没看懂 嗯 他为什么要飞呢 嗯 比如说啊 对吧 对 比如说 对这个可能是其我们见到最多的啊 就是类似的情况下 如果觉得自己是防守了一方 就显得很坚实嘛 为什么要整那么多 就是我说句那个开玩笑的话 对吧 没事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干啥 这个玩意表演起来 你自己头部晕吧 这个玩意对吧 很他薄呀 你如果觉得这个飞大 你就直接尖嘛 嗯 可以白的反正搭下来你往前头 是的 他搭这又不怕的 请 他搭这我们就搬了 对吧 你就一步一个 脚一步坑往前走吧 沾也行 因为这里就没有什么木的 对 木里一般就一会就该飞呀飞呀 该干嘛干 是的 该飞起飞起 这样其实对白子这个压迫会更强 毕竟你远了一路 无论我是在下面的眼 主要是担心下盘不稳 一会 因为人家如果是补齐 其实是没什么 这个飞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白的明显 肯定不会觉得自己形势好 嗯 他肯定要给你拼 我不知道他哪 反正肯定会在下面折腾你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点 你正常 你要尖你肯定秒挡了 嗯 你现在如果挡 他马上一推车 嗯 这玩意儿哪扯得清吗 你一扳头这就签个断 嗯 万一哪天 莫名其妙就被断了 对吧 你你这个骑行保压 而且现在这个形状 其实 推的最大的 隐患就 你把这块鞋照顾好嘛 别的地方都是推的木多的 时空又不差 你 其实没有必要涉险 就是搞 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万一 玩脱了 玩脱了被 因为本身这个时候 黑棋的优势会非常非常微弱 我估计 也就是在 甚至两目以内 嗯 可能三 三目都达不到 可能就一到两目棋的优势 所以你肯定要下得谨慎一点 你整件这个东西 虽然看起来效果挺高 你知道吗 万一下盘 那个出色了 而且对方一定会 我觉得一会儿就会一定会来攻击你的 对吧 这个属于 节外生枝 而且你自己 说实话 你自己也搞不清 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白棋呢 先来这 这个棋 这部棋就让你头很痛了 这部棋一看就像好棋 刚才我说了 如果它直接靠 会不会往上停啊 往上停之后呢 你接这里就会留下一个冲击波 对 甚至直接就先冲下试试你的火力 如果你退它就一直冲 你这里很薄 如果挡的话呢 留下了破绽 段不段再说嘛 反正冲下不亏 这里这个段还是非常严厉的 断 摆的大概率只能退 嗯 可以的从这边尝过来 就被一分为二了 中央就薄了 就这时候李维钦的下部棋86 可以说是非常的提前水平 嗯 他先来问一下 他现在二路头十问路 其我们就说这部棋啥意思呢 在黑切视角 它只有两种硬法 一种是党 党的话呢 它就靠都不靠了 嗯 它已经获利了 因为它以后 它是可以冲了拐 嗯 有冲了拐火脚的可能性呢 长完 保留了一个变化 对 也有可能是冲完之后 断完之后 你你只能吃两个 它再断三三 嗯 把这两个字给割掉 它就有两种下法 嗯 以后因情况 是情况而定 就是说你已经这里没有什么好的应手了 但是如果你接的话 这时候它在顶 啊 非常巧合 是 这样你首先 你挖不动了 对 然后你你搬是无效的鞋 对 我常常 帮它退你还是牵一个段 嗯 如果你拐的话呢 就非常就像变魔术一样 球 就相当于它靠的时候 你去下了二路利而不是那个四路长 虽然说它这步棋损了大概两三步棋 但是呢 在这个 关键的时候 十万火急的时候 它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因为它靠完之后 它已经把你的飞弓的出的这些 呃 反击的手法都给 补掉了 而且上面这个段也暂时没有 这时候它就可以出手先攻你了 对 这里或者是这里 我不太确定 这样 嗯 它就可以先告状了 是的 它这里的一两步左右的损失 攻击你逃回来 对 所以这里的这步点很妙 华丽 嗯 看到这步点说实话 这盘棋客戒能不能赢还是未知数 对 就是说这个棋 所以说大家会看到 为什么我说这些职业告诉我们 下盘棋都很累 现在围棋真的太难了 嗯 像这种点 对吧 对 一不留神 你点 它找点穿 你就会知道 很难 很难引起 很烦 心态就坏了 反正 是的 因为对手在这个上面状态很好 嗯 实在会就选择挡不太让它顶 对 那这样的话 刘雨昕就脱线了 对 这里它就当定型完以后 它从这 就是彭老师刚刚说的 从这点过来 它一定是这两步 因为这个形状就形状不正 对不对 嗯 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 你正常唬完 如果这样你就这样就没事了 你这样就这样有两个段 就说 其实不太理想 对 这个玩意 因为它它它长的是歪的 它不是一个阵型 你知道吧 你如普通虎它一定往前长 这时候你有两个段很讨厌 你沾它就直接甚至给你捅了 你要这边去送 那你 那不是 也有点帮别人下棋的感觉 多此一举吗 对 如果是尖它就点就不厉害了 你就虎了沾就完了 因为全是连着上的 对吧 就是这个点很烦啊 你看到这里 是 所以能感觉到实战黑棋也觉得这里不好下 因为它觉得这儿不好走的时候 它换了个地 它从这儿掰下来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事不对 就是如果说局部的话 它可能也可以在什么地方跟着硬 我正常还是得硬 因为你不硬的话 就是逻辑说不通 但也有点亏的感觉 它是怎么都亏了 你想吧 你肩在这儿 就算人家这边先说一个 你这个气形也不好 很恶心 这就是有两个靠段 所以我觉得还是前面这个飞 可能出了点小瑕疵 你就肩一个算了 对吧 看着那个就说完了 看着头就晕 真的就是面对这些 就是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不要玩那些花里胡哨的 因为你稍微录一点点瑕疵 甚至一个隐形的断点 可能都会被对手抓 而且特别是在这盘棋 白的应该是会感觉到 自己有点小吃紧的 对一上来还是不太理想 我觉得他应该能感觉得到 就是整个右上 至少不会觉得自己便宜 虽然就算不觉得自己形势落后 但至少不会 至少自己形势不会领先 所以这个时候 你吓得这种飞很容易被抓 我觉得还是得硬 说实话 你挺挺就过去了 对 你不硬 上面那是扯得清吗 对 因为这里几倍粘上 所以白气要断 你那压是先水 这里你抓成要拱出来 也死不了人的 是 我觉得特别的这个下法 而且首先人家不可能补你 对 本来他形势就觉得不领先 是如果我觉得我这会儿 已经稳稳赢了 那我可以考虑一下 是的 现在那他硬力不是明显 被你先有便宜的 是 而且有这个子做接应 那飞下来就不是说 掏你空了 就直接三个就被割了 三个被割了之后 或者是顶 我不确定 你发生割了之后 你这俩不是还没活吗 对 这个旗好像就 我们给画风就变了 我们来看看 对 因为刚刚我们说是 黑旗在实况不差的情况下 它有占据着后势 这样的话 它是比较好掌握 但是经过这一代的定型之后 可能会转变成 黑旗这里要付出一些代价 而黑旗刚刚在上面 这首旗到底以后 能换回多少的回报 就变成了一个未来的一个 完全看 搞不懂 关键是最大的问题是 这里已经 这个形状就是很烂 不舒服 对 你现在正常可能是这样 那对太委屈 你跳马就被搬断了 是 如果近盘旗和杰输了 这个85被割 从85开始变掉了 85就是我告诉你 变掉了一种 那个心态就已经 对吧 就是那种 有某种程度就 那种哼的小调 你知道吧 就感觉自己那个摆造型了 我今天头发帅不帅了 这个对吧 这个穿着怎么样 就是感觉已经 有一点点飘了 对 有点飘了那种感觉 合影留恋了 已经在那种感觉 就正常不会往下无想的 因为这不起一看就感觉很危险 球门 因为我远远不到那个你 你去说白蓝去那个 呃 注意自己颜值 那个高不高的时候 你这般其实还很漫长 嗯 应该有更紧凑的下法 这个局 我们来看一看 对 现在搬的话 黑气就有点不舒服了 黑气如果硬这边 那被冲了 被冲了 还要被断 嗯 你挤还被断 断这边 人家就抓了你不放的 哎呀这个哦 还要对 这还可以再冲你一下 好烦呀这个 就是抓抓住你就往死里整 对 但是我感觉黑气断这边的这个选择 我怎么觉得我也有点看不懂 这这个 这在干嘛我也想 这走到什么了 这不好像又死了 我有点也是有点看不懂 应该是他想中间拿点棋 把这个拐出来 把希望寄托在上面的攻击 嗯 因为局部棋我们肯定能看出来 就我挡这边虽然不舒服嘛 但是我 其实 对我我最多你看我 露露说的没错 我补的时候多少对你还有点影响 对这个这个没有尖的话 以后我们尖回这边其实对啊 死伤没有没有很大 感觉 虽然中间肯定会被断 但是再说了吗 当然再呼一呼 对啊 包抓一下再说了 所以这里感觉是黑气的思路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挡在这呢 其实是一个防守的姿态 使这样的黑气感觉是觉得 我如果这多几个走 好像你上面就怎么地了 他就要直接开杀了 他拐完可能就就要直接 那个孤注一掷了 就感觉画风就变了 是 但作为一个本来可能形势不错的一方 这样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也不错也谈不上 这盘其总体还是军事啊 就是但是呢 就是这个下法非常冒险啊 对我们看到他这个是先手 已经全部死光了这个地方 对这个这里有个打断啊 黑白的这 但是就全部死光 死光之后呢 全身的希望就在这个拐了 是的 把全 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拐上了 对 所以说从85开始 风云突变啊 黑气自己下的 然后下面感觉被吃了十来目 十多目 快十五目了 所以现在到底中间白气会变成什么样 关键是 这还这样的断 其实严格来说 都是死的 一断又死了 就是上面能吃多少的问题了 是所以必须要看一看 在上面啊 黑气能够拐完之后 占得多大的便宜 双方看看是这个什么情况 对 看一下 现在拐 白的应该是要扳住 黑的就硬来了呗 断 硬断 这个看起来 白气压一下 说实话 看这个形状就感觉这个气 从 因为真是真掉的嘛 嗯 就你得套用这个套的 这个累得不得了啊 而且我们就是 没必要没必要啊 这个起下成这样啊 有点呃很有可能说实话啊 嗯 那个 真的这个应该是千元赛的石头镜吧 嗯 非常离挑战还非常遥远啊 嗯 就是 所以说这个冠军国内冠军 可能比世界冠军还难拿 是 就是 就是你稍微一不小心啊 就在某个地方就翻车了 我说实话 我的感觉已经要翻车了 就是我的直觉啊 嗯 因为这个形状 你从这里去拱的路 说实话 应该对方至少罪不至死吧 只要罪不至死 你就下面已经全垮了 嗯 看看黑棋找什么结啊 黑棋这沾一下是结材 他冲了 先冲了 嗯 对吧 已经是 就 就这种结打起来会比较勉强 因为先不说这个结怎么样 然后你对于白棋 白棋还有往后退的余地 他还能往后缩嘛 对吧 而且白棋这个结找的 他搬你只能吃你打不了 打他沾牵手这里吃就活了 所以你还得把木给 哇 这个木好 又送掉大概五六末啊 对 而且你要是从吃我的角度以后 我这搬一搬你 你也挺难 搬他还得缩呀 对呀 那其实黑棋这个不知不觉间 先说五六木就没有 很多木都亏了 就体结啊 我们再再看两步 对 黑棋沾上 这有打断啊 黑的白的得硬 对 黑棋体结 嗯 白的应该这时候得退让了 啊 白棋就沾上了 那黑的只有只有铁头弓了啊 只是行不行就他了 因为被被脸上就吓不了了 是 但这个下法真的是有一种 呃 就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啊 这种时候对吧 对 就只能这样的 实现我的目标 说实话这个棋看起来 这边已经活了啊 你会直接就龟缩了啊 补住 这步倒是也很稳健啊 感觉 他就是白眼 对 感觉龟柱 对 龟柱然后你攻击 就直接缩成两个眼 对 感觉白棋这两步突然也是有心态上的转变 应该是全活了明显领先了呀 所以他就是 黑的这还被 你想象吗 这还被刮掉大概五木齐 嗯 对吧 本来时空双方军事这死十几目 然后那又被刮掉五木齐 平时白损二十目 那这种白棋的这个视角力 肯定盘面都领先很多了 嗯 所以说他只要不 渡过南关不死棋 他 他肯定行事好呀 其实 我觉得 哪怕死一死 时间小的估计都能接受啊 黑棋应该是非常危急了 这个棋 是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黑棋现在要 啊 也对 捞一点 通过进攻看能不能转一点 嗯 这样白棋先考验你嘛 这我有一个活棋 他不及连这个单关 他斑下面随时能活嘛 嗯 已经补上了 对 然后黑棋是啊 这里 这是他的权利 填衣一下 然后挺中间 啊 不过黑棋好像中间也隐约的 围出来了一点点 啊 我就是最多围十目 这死了就 其实死了将近二十目 因为自己本来还有点目 是 这个肯定不容乐观 你看黑白棋这个靠也很大 嗯 这个靠好大啊 对 这以后就这这这 怎么可以突然刮哭了啊 嗯 黑的怎么质感只能四目齐了就快了 对 基本上只能三四目齐了 但是黑棋这也是瞄着一个手段啊 黑棋要靠进来了 靠我估计就算了 哦 那我多少也能收回一点 十几目他出过关了 我我感觉 说实话已经可能要量了就起了 嗯 呃 我的感觉 而且这种棋 说实话 这种年轻棋手非常强 嗯 年轻棋手其实最大的 这些小朋友们最大的问题是 前面对棋的一些布局的理解了 或大局观了 嗯 他计算和后面的这些关子 我告诉你 就是绝对你们跟 他下过之后 你就不想想再跟他下来 就是那种手段 成熟是吧 成熟不穷啊 就是你你想到他都想得到 你没想到的他还想得到 就是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技术特点 所以说这个棋手 说到我看到这 感觉柯杰今天凶多吉少 嗯 当然我们的柯杰这个后半排 其实能力也很强 就是虽然说这个棋现在 我摆到这 对 我们刚刚把这里钻活 对 你应该就下了 之前这边爬过一些 嗯 交换过一下啊 就是现在 就全部做火了 对 这里有一个段 但是呢 把段白了就把五个气了 收光了 是的 留一个关子 我的感觉是黑的 应该是落后的 就是气了 嗯 因为损失太大了 损失超过20目 那边把吃回五个也就才十几目 所以说明显 那个得失比不成比例 而且吃掉三个之后 黑白的全部厚了 嗯 也非常的危急 这时候 是的 那我们再看两步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盘棋可能没有办法 一直讲完了 对 一会儿我们也会 对 时间时候有机会说给大家 呃 再做一个 如果有结果的话 嗯 我们再做一个会吧 再看一下 现在黑棋 因为从黑气的角度来讲 虽然之前从85开始 整个战役呢 不太理想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争胜 肯定是还要尽量的去收回时空 因为这一手棋 其实从黑气的角度 也涨了十四 十三亩 十四亩 所以说可能黑气 还要尽量的去跟白棋 在后半盘进行一个收官的比拼 那当然白棋肯定是 呃 我们大家也能够看出来 这盘棋的走势 大概就一开始 白棋不太理想 但是整个这个中间的战役 白棋肯定是得分了 那么最后呢 双方在后半盘 又会有怎样的一些 精彩的表现呢 我们在之后呢 给大家来汇报一下 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第一盘棋呢 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十月 对王浩阳的那盘棋局